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静物画 still life 最早27、8岁 是靠一瓶罐罐葡萄成名 可是画了四五年以后 我就开始在我的画面葡萄画 加入了果园 加入了果园的白头翁 开始就带入生态的一体 只是元素而已 可是画了画了 我就慢慢喜欢所有跟生态的议题 我觉得大自然的元素这么丰富 所以我从台湾特有种鸟类 从台湾冰为鸟类 台湾冰为动物 然后慢慢慢慢就走向全世界 一方面是我喜欢旅行 到世界各地去 我就去了很多地方 南极北极 我当时的四十岁生日 是在船上度过的 我的生日蛋糕是水手当天 两个人用铁钩捞起来的一块大的冰山 所以吃起来好像可以感觉到咸味 那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我们在规划要做五本绘本 把这个你所不知道的南极 扩大也许一百倍 讲它的发现史 讲它的每一个十年段代 在南极发生了什么事 海洋立国的台湾不同的角度 希望小朋友可以有更开阔的视点 可以去观察这个世界 那我们当然里面会不断的提醒小孩子 全球暖化 我们整个地球都是一个大的方舟 未来的大洪水 南极北极的冰湖的融化 这个方舟能够飘起来 然后剩下的物种能够存活 所以方舟对基督徒 当然就是代表一个最早的保育的概念 我觉得我用画来诠释这个生态 所以我会很期望说 打动大多数的人 能够想到环保的艺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